昨天辽宁省新增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葫芦岛市报告 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71例 其中内蒙古32例、江苏11例、辽宁7例、广东6例、山西5例、四川4例、云南4例 黑龙江2例 广西百色市昨晚发布通告 从今天零时起 百色市除德宝县、静西市以外 其他县市区解除非必要不离百管控措施 转为常态化疫情防控 市民凭健康码绿码有序流动 德宝县、静西市除中高风险区 以及风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以外 其他区域解除管控 转为常态化防控 可以凭健康码绿码在摆设室内流动